韓鸥和声音 韓鸥和声音 非常谢谢我们Kicky的感恩小伙 现在感觉出来他是很有信仰的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我们邀请这位很热心 很具亲和力 他有很多忍性 他用以这位为主讲 他是什么 男的妈妈 来讨论忍性 别说蜜啦 我们接下来欢迎魏婷 掌声欢迎 主讲的一方 两位主持人 敬舍的主持人 还有各位贵宾 各位会友大家好 我个人觉得这一本 是一个道之般的好看的书 可是我看了以后 真的是心情很沉重 尤其是在对于人性 那一个部分 那作者他对书中的一个 主角人物的一个描述 都很生动 那在我觉得在我们四周围 都有类似这样一个人物 那其中我们书中的一个主角 像马蒂潭 还有他华之 还有陀佑勒之 他是人本出的一个焦点 那他们彼此那种个性 还有互动的一个情节 有时候你看起来会让你会心一笑 那有些部分又让你充气很大 那有部分也会让你深思一些问题 那其中这几个人物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人物就是土耳勒斯 他是马蒂潭的妈妈 那如果说像刚刚 亦发有介绍 四十七年有介绍 那个土耳勒斯的一个 一个个性的一个外形的一个介绍 以及他在书中呈现他的一个个性 如果说我们来以星座来比喻的话 我个人觉得他很像我们星座的母娘星座 真的很化身 因为他不有正义感 那他本身又有一个坚定的一个信仰 那就是说他对主观意识又很强 又很执着 然后会帮助落者 那对那种激烈的一个竞争 或遭受一些困难是不会认出的 那也会不会说 只是他为人很率直 所以做事就缺乏做到 以至于他就会固执失敌 这是我个人对土耳勒斯的一个看法 那在这一本书中他描述土耳勒斯 他是一个非常浅质的一个基督徒 那他对华兹不信仰上帝 他不相信世界上有恶魔 就很不满 而且他对怀之怀抱 所以他常常对怀之是怀抱着 似有似有落伍的一个敌意 那而且他又很担心前途 让这一本书的皮肤的角色 会不会影响他心爱的女儿马蒂坦 所以他在对华兹 就有几次语言的一个挑战 那当可是呢我们华兹先生 他并不会受他影响 他还是继续讲故事给小朋友听 最后他可能他就发觉 我想火热之可能感觉到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所以就偷偷的把那一本书 然后藏起来 可是也因为这样的举动 造成日后他跟华兹死于会并 那当在故事情点当中 他自己当个小丑啦用飞车啦 就是用飞车去逛街 那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刻 火热之后才他才真正了解到 原来华兹先生是这么样 这么样一个人 所以对他的看法就有所改变 所以当华兹先生被杀死的时候 他那个正义感还有他的道德感 或许也也是有那种 我想就是刚刚Picky有讲到 或许也是一个救赎的一个行为 他挺身而说出说 这个白人是好人 我可以做上帝的一个见证 就这么一句话 他就被污辱抢报 最后蚕食 为了保护了女儿蚕食 那我从火热之 这个蚕食 这个情节 但我对他有两个不同的看法 我正网面的看法 我先来说对正面的看法 那他从不信任华兹 古华兹先生 而理解到说 华兹先生是一个很善良的好人 然后在很不利的环境之下 他有感的站出来 对华兹的一个肯定 最后牺牲生命 事实上我看到这一段情节 我的心中是有很大的震态 跟心酸 因为我就想到说 在现实的生活社会中 也是会发生类似这样的情节 也有可能同时 而两个人本来是有敌对的 有误解的 可是因为误解化开 而心心相习 而成为好朋友 那也会发生到 当我们要忠实的表达 自己的一些想法 跟看法的时候 有时候不见得会有好下场 那尤其是在自己那个不利的环境之下 是不能讲真话的 因为你有时候 因为现代人要想听真话的人太少了 所以你不得不为跟自己讲假话 那所以我就会 我那时候在思考说 那我今天是我呢 我在不利自己的环境之下 我真的可以做到真实的做自己吗 我会说真话吗 所以我对陀罗热斯这一个勇敢道德的勇气 以及做真实的自己 而且最后为了保护他的女儿 而牺牲生命 我为他感到喝彩 可是我现在就从网面来看这个事件 因为浅诚信仰是陀罗热斯的一个生活重心 那也因为浅诚的信仰 让他因为正义感使然 所以他这才是上帝的见证人 而最后被强暴牺牲了而惨死 可是呢 那个故事情节写到说 当马蒂坦被群光抓住的时候 他以恨求的眼光 要求他女儿说 你都不要说出任何一句话 我在想当时 这个妈妈 她是不是会感到被哺乳的一个悲哀 即使我有正义感 我有浅诚的信仰 可是我还是救不了自己 她也在担心 我是不是可以救得了我女儿 所以这个让我省思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有时候实际的判断 还有查理的观色 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待人处置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功课 这样才会像浅诚热斯一样 白白的牺牲的一个生命 所以以上是我对浅诚热斯一个 人性的一个探讨的一个分享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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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